这样孩子有些人会被忽略 觉得说这个孩子很稳定 但事实上不是 有些孩子他在那个状况下 他虽然表示不在意 但是你从他的心跳血案 你可以知道他对于分离 还是非常焦虑的 那这样子孩子反而更可怜 因为他不会被 大哭大闹会被注意 那种孩子不会被注意 所以长期处于在这种分离焦虑 如果已经超过三岁四岁五岁了 都还是处于在这种 很紧张焦虑的状况下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孩子当然 情绪就会有一些过动的倾向 或者是有一些学习上的障碍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样 免疫力会差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很多病人 看着整天都在感冒 整天都在感冒 发现他其实整个家庭气氛 是很不快乐的 或者是他本身呢 就是有一个很焦虑 一个个性在 那长期焦虑好像怎么样 长不高嘛 所以我们刚刚说节目一开始 我就恐吓大家 长期焦虑 如果爸爸妈妈夫妻 紧张或对孩子有这种 稍微不注意 他有这种焦虑情形的话 那孩子可能 没有办法长到 你们这个夫妻 这个遗传的基因的最高 可能是在那个最低点这样 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的 那个陪伴的时候 你真的要focus 就是你要专心看 你孩子的情绪 如果你发现一个孩子 有这种焦虑的倾向 在三岁之前四岁之前 我绝对不是去骂他恐吓他 说你在这样妈妈要走咯 或者是你哭我就不抱 这对孩子来讲 是更加的加强 他的分离的那种焦虑跟恐惧感 所以在三岁之前 尽量的爱他 尽量的去满足 他对你的依附感 那等到比较大 他能够懂事 对时间有概念之后 才来慢慢的训练 让他可以独立的离开你 做一些他的游戏或什么 这个就是在网路上面 广泛的被讨论 到底是要执行 亲密育儿法 还是百岁育儿法 你到底是要 每天都 我的小宝贝好可爱 亲亲等等的 妈妈已经快要累死了 但是手又酸等等这样子的 我还是不要交给你那个很粗鲁的爸爸 对等等 叫亲密育儿法 百岁育儿法说 哭 对你放在那边哭一下子以后 你过了以后就好了等等的 那我觉得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应该是慢慢被交成一个叫做 这两种极端 我觉得都不适合 施行在台湾的孩子身上 原因是因为 其实孩子本身就应该要有一定的安全感 这没有错 可是在我们看来 因为很多妈妈在家里面很辛苦地带孩子 整天就是一对一这样子带 孩子不连你 你要连谁啊 对 我常常就这样讲 对啊 那博君妈的例子刚好就是 她博君整天都跟车子在一起 她不连车子 她不连车子 对啊 就是这样 那个在三岁之前的那个情感 会投射到某一个东西去 有些人是娃娃 也许有生命 也许没生命 对 有些人是娃娃 有些人是爸妈 有些人是保姆 有些人是车车 还是机器人等等的 对 到哪里去都要带着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说不管是怎么样 你都要执行一个东西 就是你要有短暂的分离 也就是说 让妈妈三 就是二三十分钟出去喝杯咖啡 走一走等等的 电视机前面的爸爸要听啊 对 这个就是必要的 孩子在你手上 就算这样 等等 这样子的 也不会怎么样 也不会怎样 那爸爸就要 除了爸爸要能承受 妈妈也要能承受这一份 要走的时候的那一份条例 像我老公有一次带我两个小孩 说要去附近的公园而已 然后我就在我们家阳台窗台 那个时候住十楼 一直看 看他们沿路怎么样 我就很怕两个男生蹦蹦跳跳 会发生危险 过马路啊什么的 后来发现 因为回来也好好的啊 对啊 就是要试着走出那一步 才会愿意放下 对 有那二三次远镜在那边 有 对啊 几乎是一样了 看到他们走到街角 要消失在镜头这样 不过王老师 你在刚刚的逻辑里面呢 还有一个点啊 就是小朋友他不太懂得分辨 分离跟消失 对 这两样东西 他觉得暂时不见 他就是消失了 担心永远不见 对 这个应该怎么样 这个只会在三岁前 三岁之后 认知发展 心智发展 整个都上来了以后 他就会跟你说拜拜 对啊 像我儿子现在都跟我说 三岁多以后就开始 跟我拜拜 你大概两点回来嘛 对不对 开始有时间的概念 开始会有一些 会回来的概念 那三岁之前的解决方式的话 其实还蛮简单的 其实你就跟他 我们很多 妈妈就问我们说 我每次要离开他 我都会偷偷跑 真的 我说不可以 我说不可以 因为在三岁之前 你就要慢慢的去建立 那个消失就要回来 那件事情 所以拜拜这两个字很重要 他虽然对成人的意思是 我要走了 对孩子的意思是 你还会再回来 刚刚好想 那东西不会拜拜啊 那所以东西如果担心说不见 类似像伯俊妈儿子那种情况 那要怎么办 有一本书很有趣 叫什么 阿文的小毯子 那就是那个 那个里面那一个小老鼠呢 他对他的毯子有强烈的衣服感 所以到了上小学 他想带着棉被去上学 那全部人都说不可以嘛 后来他们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法 是把那小毯子呢 剪 然后缝成一块一块的手帕 那可以每天带一条 那对他来讲那是安全感 所以像伯俊妈儿的例子 那车车呢 你就干脆给他设计一个特别的口袋 让他刚好可以放那台车 仅次于上一个 他是第二名啊 对 你咱们一起吧 我觉得这是我儿子 是Peter是不是 对那是我儿子 因为只要看过我儿子来录影的人都知道 其实我儿子非常害羞 尽管他常进摄影棚 可是他可能觉得这些叔叔阿姨 不是他每天见到 或者是每天要跟他相处的人 所以我们在家都已经有沟通好说 今天去录影 其实你只要回答叔叔问你的问题就好 别的你也可以不用多说 他都说好 可是到了现场 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紧张 对 那就是其实跟他平常也很有关系 像他这么大哦 他可能小时候有一次电梯恐惧症 就是电梯门打开 他还没等我们进去 他就自己跑进电梯 结果门关起来 然后电梯就上去 然后就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楼层打开 他就出去 然后就看到一个陌生人在那边 他就吓到从此以后 他现在已经十岁 没有办法自己坐电梯 对那是非常可怕 然后我们带他去咖啡厅 就是有冰淇淋的那种咖啡厅 那我跟爸爸故意就点好我们的咖啡 就坐在那 然后他就说 可是我想要吃冰淇淋 我说没关系 你想要吃什么冰淇淋 我给你钱 你自己去跟那个阿姨选 你要吃的 他排回了20分钟 直到他爸爸站在后面 就说你可以去买了吗 因为爸爸在他后面 他才敢自己去买 我们家老大 像这个他也是 他除了也是很害羞之外 每次我们碰到新的叔叔阿姨 是不认识的 我一定要戳他捏他 一直吐他 跟他说是叫叔叔 叫叔叔 然后他才会很小声很小声的叫一声 然后他之前还有一个更好笑的是 连那个一般像我们去迪士尼 看到云霄飞车 是小孩子坐的 也不是那种大人坐多恐怖的那种 他就能看在那边 然后他不敢就是不敢 对 他就算他在家里念了很久 我要坐云霄飞车什么的 他到现场一看到他就放弃了 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画面是很奇怪 是别的妈妈在扯小孩离开现场 说不要再玩啦 已经玩了三次了 就是要的 然后我是在现场说 我求求你玩 陪我玩一下 我求求你玩玩看 很好玩耶 那个父母会很沮丧 因为其实我们很想玩 我已经到了这边的你跟我不玩 然后所以害的父母也不能玩 你知道因为要顾他啊 我以前都要带我妈一起去 就是我妈开着小孩 我跟我老公玩 因为他真的 他们两个是好兄弟啊 就是不敢啊 就都会怕 然后甚至于要去沙滩 他一刚开始那个脚啊 不敢踏进沙里耶 蛤 沙有什么好恐怖啊 因为他一直觉得他走的地是 触感不一样 对 他一直以来他们走的地都是平的硬的嘛 然后突然他看到奇怪 妈妈的脚一放进去就陷进去了 他不敢就是不敢 我就只好开始 叠那个各式各样不同 用沙做的那个好玩的东西 让他慢慢觉得 那好像蛮好玩的 他就敢过去了 然后我把他这样拎起来 抱抱抱抱抱抱到那个点 然后放下去 他不敢走 我就先把他拎起来 然后放那一点放下去 然后他就开始玩 我刚刚弄的那些东西 然后后来才开始慢慢尝试 那也是在大约几岁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 这是年龄的关系还是天生的气质吗 其实我们将心比心 我接点我碰到陌生人我也会害怕 我第一次去美国去那个 那个素食店买汉堡 那个老黑女人站在那边 我就跟刚刚讲 那排队我就让后面过去啊 我就想说我要怎么点菜 因为我曾经有不好的经验 那时候是几岁了 那时候也很大了耶 那时候帅就没有用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这些孩子很谨慎 再加上这些孩子 如果谨慎过程当中 又有失败的经验 他面对人的时候 如果他曾经跟人家打过招呼 结果那个人没听到 他就想说 会不会是我打招呼 你不理我 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情 所以你下次要再跟他 叫他打招呼 他可能就不愿意了 如果你在后面又戳他 逼他 给他加强 你快啊 没礼貌啊 什么 对那孩子来讲 就是二次伤害 他就更不愿意跟陌生人 或是你 对他来讲的陌生人 是你的熟人 但对他是陌生人 来打招呼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 比较可能会忽略的是 被比较的 比如说兄弟啊 姐妹啊 一个比较外相 一个打招呼 大家就啊 另外一个可能就被不忽略 那另外这个孩子 他就会选择自己的路 我决定不要再打招呼 或外相这件事情 跟我的妹妹比 我要做 我走自己的路 那这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那个双头的那个 之前有个连体因 从小到大 他们都一起生活 包括上厕所洗澡 最后他们决定 要手术分开 因为他们说 他们个性不合 其中一个人 永远负责说话 就是每次媒体访问 都是那个人说话 另外一个人都不讲话 他们觉得好奇怪 你们不是一起生活吗 原来是因为 另外那个人发现 他的这个 不知道姐姐还妹妹呢 是比他会讲话的 所以决定从此 就让他去处理 这种人际关系 他不要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啊 也是因为妈妈太会讲 对 所以小孩子每次碰 诶 叫叔叔叫叔 哦 我跟你讲 我们家小孩就是害羞 你看他平常就这样 对不对 你看他就是不爱 就是讲一堆讲完之后 他就想说 反正我也不用叫 妈妈都把他都弄 好 有可能 对 所以那邱老师 如果万一小孩子 他就是会害怕陌生的人事物 然后爸妈又在勉强他 一直推他 一直给他压力 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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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